嗨 我是个恩 今天要开箱的主角就是 叨叨 HONOR 70 这台手机明天才要发布 但是我已经想先拿到的 有点开心因为 我好像很久没有开箱HONOR手机了 OK 开始之前先大致remind大家一下 马来西亚HONOR自从脱离了华为之后 有很努力的更新他们旗下的产品线 比如说两个月前他们就发布了HONOR Magic 4 Pro 在两个月后就发布了这个 数字系列HONOR 70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脱离了华为之后的马来西亚HONOR 其实是有Google的 不用问 我直接回答你们 对 他是有Google的 那种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Google Drive Google Meet 这种全部通通都是可以用 你们觉得HONOR是华为的影子 其实不全是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HONOR现在的研发团队 就是当初华为中断的第一支研发团队 也比如说HONOR是首发的 AI摄影场景试别 也是一直给华为跟HONOR沿用到现在 所以你可以讲他们是同门之雄 也可以讲他们是独立个体 你们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气势 到底有什么不同 跟值不值得的吧 HONOR 70是双曲面设计 载偏光93%的屏占比 正面是中间一粒动的挖孔镜头 配上1920Hz的PWM调光 就是之前期间HONOR Magic 4 Pro用的调光技术 是可以减少屏闪保护眼睛的 背面两个大大的镜头 你们觉得七层凶色的感觉 这个完全就是华为P50的同门师兄 辨识度很高 HONOR的数字系列 一向来都是很讲究美的一块的 那这次HONOR 70 我觉得它在设计美学上面 又升级了一点点 它这个叫做流光水晶 后盖这边哦 你看它好像BLINK BLINK加零格纹 以为是3D凸起来的是不是 SORRY NO 它是平滑面的 上半部分是零格纹 慢慢过渡到下半部分 一闪一闪凉晶晶 再配上一个水晶Color 咋不得不说 还真的是很赏一下的 但是如果你试心看的话 它的灵格纹其实是从上到下都有的 拿在手上手感还不错 主要是很够薄的 而且很轻哦 讲到摄影 我觉得我们要出门去了 实测最实际 OK 我们把明天的我让它进来一下 诶 是今晚的我 耶 我们现在来到了Bukki加零的EURO Fun Park 我们今天是来TESC的景 但是我发现 我们有点太早了 那个天还很亮 都没有开门 7点才开门这样多人了 去排队 哇 很美耶 喂 诶 好看 诶 你在这边 哦 哈喽 果然是专业的 我也要做专业的 派我 ONOR70的两颗大眼睛里面有三个镜头 其中两个就是主色 第一颗主色54MP IMX800传感器镜头 第二颗主色50MP超广角镜头 另外一颗就是2MP精神 参数看起来好像很普通 Nope 50MP广角这个有一点东西 因为一般手机 他们都没有太注重广角这个东西 尤其是终端机 都是给5MP啊 12MP这样子来忽悠 就是给你满足热场 有拍到就好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啦 当你要拍广角的时候 出来成像不好 这个广角镜头基本上等于是废了的 那ONOR70的52MP再加54MP这个组合啦 就是给你拍广角的时候也没 拍正常一倍的时候也没 而且我要告诉你 它是第一个首发Sony IMX800传感器镜头的手机 比市面上的旗舰机 比如说OPPO 5X5 Pro 华为P50 Pro 小米12 Pro的IMX766传感器 它是更紧 而且也有更大的感光面积 原理上来讲感光面积越大 进光量就越高 然后拍摄夜景啊 暗光逆光就比较优秀 但是最终成像也是取决于硬件软件的计算法啦 假的这样多我们直接来看我刚才拍的 样张吧 ONOR70夜景照片其实是有surprise到我的 在天还没有完全入黑之前 我们就进到去了嘛 当然不要浪费这个黄金晚霞时间啊 撕拍一下摩天伦 可以看到样张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霓虹灯也没有过报 开个两倍 细节妥妥 我自己要重点推荐一下 ONOR70的50MP广角镜头 在低光下表现稳定 画质和细节还原都表现得很OK 颜色方面的话 ONOR70软件油画偏向鲜印它 有点HDR的feel 但还不算太over 过关啦 到了完全入黑之后 就很考虑一台手机的暗光能力啦 这边可以看到暗光位的细节处理 嗯...无功无过 没有太多处当然也没有大问题啦 接下来就看CAM帮忙拍的照片吧 OK 没有人的讲完了 轮到有人的人像拍照 就是我的照片啦 这张其实我很喜欢 那先讲缺点 ONOR70在低光下拍人像的时候 软件还原是有点点过度的 你注意手臂处那边 它会开始出现辣象感 不过最大的好处就是 样张都很有feel 小女子拍照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感觉啊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人脸部分清晰都不错 肩膀上的光影也很分明 而且虚化非常干净 不过如果背景太杂乱的话 是可以看到虚化有瑕疵的 比如说手臂这边 头发丝 还有 篱笆 最后这张应该是我今晚最喜欢的人像照啦 我是在摩天伦上面拍的 刚好光线透过围栏照射进来 Ikan随手就按下快门 没有想到效果如此的好 就很有感觉啊 好啦 拍完了饭废之后 其实第二天我也在白天去拍了几张热拍的照片 其实有一个新加入的功能叫做主角模式 solo card 就是让你一直留在中间变成主角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我变成主角 开始了这个功能之后接上很多人嘛 点一下我自己画面就会一直追着我 简单来讲还是通过AI智能追焦技术 可以同时录下两个video 一个是正常画面人来人往 一个是只追着你 focus着你的主角视角 有没有一种 女团C位的感觉 诶 这个功能真的是可以让我一直留在中间 女团出道 还有一点是比较好用的 就是当我离开画面5秒之后 它会stop追踪 可是画面继续录的我 当我一回来 它就马上识别到我 然后继续追焦回我 我是觉得这个功能 它真的是很适合拿来拍tiktok跳舞那种 就相当于你拍一个video 你就可以拿到两个camera的角度 或者是你跳舞跳一次就够了 因为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两个素材 拍vlog很实用 讲到UI这个东西 HONOR其实用的是叫做 Magic UI 6.1 其实如果像我啦 我是有用过华为手机 我是feel不到太大 跟华为的EM UI有什么不同诶 有点像他们 一样可以knock两下screenshot 画AS可以长screenshot Folder可以变搭 其他的还有Speed Screen Team Twin App跟Private Space 全部都是有的 而且HONOR也是有自己的HONOR Share 也是很好用的 使用方法跟华为Share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HONOR Share除了HONOR手机可以连接 也可以连接华为手机的 比如说你的男朋友用在华为的话 拍了照片也可以share给你的HONOR 70 那处理器方面还用的是Snapdragon 778G Plus 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器 Samsung A73也是用它的 它是胜在功耗比较稳定 所以使用过程也没有什么明显发烫的情况 电池方面HONOR 70配备的是 4800毫安 再配上一个66W快充 无论是用HONOR MagicBook的快充头 或者是华为的快充头 都可以达到66W的快充速度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台明天就要发布的HONOR 70 价钱现在还不懂啦 但是根据目前的配置来看 外观颜值稿算是年度最fashion的手机之一 Sofar MX800传感器 台照是可以媲美华为P50 快充66W 还有旗舰级别的护眼屏幕 我猜啦 这是我猜的啊 价钱应该是20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但是这个是我猜的 甚至的价钱明天就会公布啦 到时再给你们更多 那这台手机HONOR其实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买叻 如果你是追求一些想要找很fashion why not 比较好看的手机 然后热场有拍照啊 拍video啊 拍vlog这种需求的话 这样这一台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好啦 今天的HONOR 70开箱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